各位與會的貴賓大家好 我是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的徐明峰審察官 今天非常榮幸的來這邊跟大家做一場簡單的一個報告 那我今天要報告的主題是台灣設計專利制度的一個最新發展 還有最新的一些案例分析 那我今天我會把我的報告內容拆成兩個單元 第一個單元我會跟大家介紹台灣設計專利制度的一個現況 還有一個改革的一個狀況 那第二個單元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最近的NFT還有這個所謂虛擬世界向元宇宙 這個議題最近是一個非常熱議的一個議題 所以我今天會在第二個章節跟大家介紹 台灣在這個整個虛擬世界的一個來臨的時候 我們要如何的去保護我們的這樣的一個設計 下一張投影片 謝謝 好 我相信剛剛歐盟專家已經針對歐盟的這個設計保護制度 做了非常詳細的一個介紹 好我在這邊因為我是一個我在這個section我這邊我把整個台灣 還有歐盟在整個設計保護的一個概念上面在為大家做一個概念上的一個整理 好我們一步一步來 好首先在台灣的部分喔台灣的一個設計專利制度 設計保護制度他是架構在專利法之下的 所以我們稱為設計專利 抱歉上一張同一遍 好設計專利 好那在歐盟這邊他們叫做共同體設計制度 在共同體設計制度之下他有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概念 結果他又分成兩種制度 第一種叫做註冊共同體設計制度 對於一個設計專利的一個審查人員來講 我覺得台灣還有歐盟在設計保護制度裡面最大的一個差異就是在於審查制度 台灣的設計專利採用的是所謂的實體審查制就跟日本還有美國是完全相同的喔 好那麼在台灣所申請的每一件設計專利都必須經過很嚴格的吸引性還有創作性的審查 甚至於我們對於圖示的要求在整個一個品質的要求上面也非常非常的高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歐盟的一個註冊共同體設計這邊他採用的是所謂的刑事審查制度 刑事審查制度是一個非常快速的一個制度 因為他只有審你有沒有你的這樣的一個圖示有沒有符合標準規格 你有沒有寫產品名稱還有你有沒有繳錢這是最重要的 好那不注冊共同體設計制度呢他採用的是你不用申請你也不用審查 他基本的一個概念是用類似像著作權的概念來保護設計 這是目前全世界最特殊的一個制度 好那我們接下來我們進入到保護的一個期限 台灣的一個設計專利保護期限是15年 歐盟的一個註冊共同體設計制度他可以保護長達25年 25年大家知道嗎發明專利可以保護多久發明專利只能保護20年 歐盟的註冊共同體設計可以保護的期限 你不能取得不注冊共同體設計制度的這樣的一個保護 所以基本上他這一個制度 歐盟這邊的一個創作者 那對於外國的外國的一個創作者而言 事實上基本上你是看得到可是吃不到 那接下來我們來跟大家報告一下整個設他們的一個設計全效力 台灣的一個設計專利還有這個註冊共同體設計提供的是一個非常強力的一個 排他全保護可是在不注冊共同體設計他只能在知情的一個情況之下 去禁止其他人去抄襲拷貝他的一個設計 他的一個保護效力相對而言比較弱 比較弱 下一張投影片 剛剛歐盟有專家有針對這個整個歐盟的一個設計保護標的 做一個簡單的一個介紹 那我們接下來我們也來做一個觀念的整理 也是一樣一步一步來 大家可以看到在台灣還有歐盟這邊 不論是在整個例如像層組產品的設計 還有這種所謂的產品的部分特徵 還有電腦圖像 另外還有這個所謂的室內設計 不是叫你起床不是get up 是室內設計 這部分在台灣還有歐盟 目前都有提供相關的一個保護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logo像這種 logo的圖案 還有圖像 還有這種所謂的圖案設計 在台灣 如果你沒有明確的去指定你所要應用的物品 是沒有辦法作為台灣的一個設計專利保護標的 也就是說那個指定應用物品你必須要跟大家明確的交代說 你這個iphone它是要應用在最後是要應用在衣服 你要應用在馬克杯上面 你必須要具體的去指明你的這個產品的一個名稱 然後我跟大家講一個小秘密 這是台灣人從來不知道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蘋果把他的這個iphone的商標拿去申請註冊公共體設計的保護 為什麼要這麼做 為什麼要這麼做 大家知道如果你有去申請商標 你必須在申請的時候去明確的指定你的商品名稱 還有你的服務名稱 也就是說 一旦你這個商標獲准來了以後 你以後只能在那個商品的那個領域去主張你的一個權利 可是在歐盟他把這種圖案當成是一種產品的外觀來保護 所以他這種圖案的一個保護效力可以質於所有任何的產品 也就是說 歐盟他對於這種把這種商標透過註冊公共體設計的一個保護 他的一個保護範圍可以延伸到你當時在申請商標的時候 你說沒有指定的這樣的一個商品 所以他威力非常非常強大 在歐美國家 因為台灣是對設計專利他是採用實體審查制 所以每一個審查官都會去檢索所謂的歐盟的一個先前技術 其實我要告訴大家 歐美的公司他們在歐洲進行所謂的商標佈局的時候 他其實是透過兩種形式來提出申請 台灣從來沒有人 如果有去歐盟申請商標的話 從來不會有人把他的商標拿去申請註冊公共體設計的一個保護 那我們接下來進入到這個所謂的生命體外觀 譬如說像動物植物這種生命體外觀 那這種外觀其實在歐盟還有台灣是都沒有辦法取得保護的 即便是類似像這種用這種所謂的人類基因轉職的這種技術 去做成一個像這樣愛心型的這樣的一個番茄 我們大家都知道番茄一般來講都圓形的 可是就有這種生物專家把它做成這樣的一個愛心型的形狀 很抱歉在台灣和歐盟都沒有辦法取得設計保護 最後一個是這種所謂的產品內部的一個零件外觀 產品內部的零件外觀在台灣是可以取得保護 例如像這種電連接器 而且在台灣像這種零件的申請案 其實它申請的量非常非常大 但是在歐盟它是拒絕保護的 下一張投影片 下一張投影片 好那我們接下來進入到整個申請數據的一個分析 那這個是台灣 台灣在2020年的一個相關的一個設計專利的一個申請數據 我們可以從圖表裡面看到 台灣在每年的一個設計專利的一個申請案上面 它大概是在8000件上下 這大概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 基本上和台灣申請案量非常接近的 其實大概都是像加拿大或者是澳洲這種 全世界非常先進的國家 那在那一年台灣的一個設計專利申請案 在整個全球的一個排名是排在前16名的 是排在第16名 那麼接下來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 整個設計專利申請的一個類別 它的一個分析 那在台灣 我們可以從這個圖表裡面很明顯的看到 台灣在整個設計專利申請的一個類別 主要集中在什麼地方 主要集中在交通工具的一個零件 還有工業用產品的這樣的一個設備還有零件 相較之下呢 歐盟它的一個申請類別 它就聚焦在什麼地方 聚焦在流行設計 那是他們的產業強項 再來就是像家具還有居家用品 最後整個譬如說像這種所謂的消費性的一個電子產品 那其實它在台灣還有歐盟 目前的一個申請案量都位居在第三名 好接下來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台灣還有歐盟在這幾年設計申請案的一個來往情形 那我們可以看到從這個圖表裡面 台灣在2020年像EYPO也就是歐盟智慧財產局 申請了多少件案子 申請522件案子 它的一個申請類別 主要集中在台灣的一個產業強項 就是消費性電子產品 第二個就是汽車的大燈 再來歐盟27個成員國在2020年 向台灣總共申請了799件的設計專利申請案 主要也是集中在他們的一個產業強項 就是流行設計還有汽車領域件 好那這張投影片是要跟大家報告 台灣整個對於在整個設計專利的一個保護標的的一個改革介紹 那我在這邊給大家一個概念 就是一個國家 它在整個設計專利 它保護類型的多廣 跟他們這個國家如何去解釋物品還有產品 有非常密切的一個關係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2011年以前 台灣的一個設計專利 把物品界定成是一個有體物的動成 所以當時台灣只能接受類似像這種手錶 鞋子還有耳機 然後還有像香水瓶這樣的一個產品外觀的一個保護 那在當時像室內設計還有建築設計 其實都沒有辦法在台灣受到保護 那麼在2011年的時候 台灣的一個設計保護制度 它面臨了一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改革 在那一段期間 台灣把部分設計 城主設計 然後還有像這個圖像設計 都把它納入保護 那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一個投影片裡面 我們把這個圖像設計納入保護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當時圖像設計 它大部分都是透過螢幕來呈現的 所以當時台灣這邊會要求 申請人必須要在它的這個圖示的外圍 去繪製一個這樣的一個虛線 那外框線來代表所謂的有體物 也就是螢幕 那我們可以看到 同樣的歐盟的申請案 它在外面 它直接拿來把它當成是一種圖案來保護 所以沒有這樣的一個煩惱 不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隨著整個人顯示技術的這樣的一個進步 我們可以看到 未來的ICON還有GUI 其實它可以透過創新的顯示裝置 投影在我們人類的皮膚上 或者是三度的這樣的一個立體空間 因此台灣2020年的時候 我們透過修訂審查基準的一個方式 把圖像設計所應用的物品 從螢幕擴張到電腦程式產品 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就是台灣很成功的把這種所謂的投影式的界面 還有剛剛歐方所講的全像圖 還有所謂的虛擬空間 全部納入到我們台灣的一個設計專利保護制度來 如果說2011年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設計專利保護制度的改革 那麼我可以跟大家拍胸補保證 台灣在2020年我們所做的事情 是把整個台灣設計專利制度 直接帶進這個數位化的一個時代 接下來我們進入到第二個主題 就是要在如何在整個實體 還有虛擬的一個世界保護這個所謂的設計 我想台灣其實這幾年面臨非常嚴重的一個少子化議題 孩子生的少 玩具其實就賣不好 對不對 以我為例 我就只有生一個女兒 她今年已經18歲 然後她要念大學 可是很有趣的是 她前一陣子 居然去買了一支這個 NRF玩具槍回來 她買這個NRF玩具槍你們知道要幹嘛 我問她 她說她買這個NRF玩具槍不是為了要玩槍 玩玩具 她是為了要 第一張小卡片 因為她說有了這張小卡片 她就可以到Roblox網站 Roblox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一個元宇宙網站 她說她只要在那裡面 輸入這一個卡片的序號 她就可以在虛擬的世界拿到一把 跟這個NRF玩具槍一模一樣的武器 然後她就可以跟全球的一個線上玩家去進行對戰 所以生一個女兒沒有關係 非常值得 非常值得 好 剛剛我們所講的是整個 元宇宙的世界來到的時候 對於我們整個產品銷售所帶來的一個機會 是一張投影片 我想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元宇宙虛擬世界來臨時 對於整個產品行銷所帶來的一個威脅 其實就在這個NRF玩具槍 上市不久之後 美國其實就立刻就有軟體公司 把這樣的一個NRF玩具槍 完全的複製到這個複製成這種所謂3D模型檔案 然後她就放在網路上 提供給消費者去付費下載 如果你問我 在台灣你申請的是一個玩具槍設計專利 可是別人把你的這樣的一個產品外觀 抄到虛擬世界 請問一下有沒有侵權 很抱歉 在我觀念裡面是沒有侵權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 我們來看下一張投影片 這個是台灣目前的一個設計專利的一個侵權的一個分析流程 在台灣我們把設計專利的侵權流程分成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我們會去判斷物品有沒有構成相同和近似 在這個步驟裡面我們會去判斷 就是說她這個設計專利和她這個被控侵權產品 究竟她們的用途有沒有相同或近似 或者是從消費者的一個角度 看看她使用的狀態 有沒有可能會造成混淆 就你在購買這樣一個3D的模型檔案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你自己買到的是一個實體的玩具槍呢 台灣必須要經過這一個流程之後 才會進入到外觀的判斷 我跟大家講 在歐盟很抱歉 沒有他們所謂沒有所謂的第一階段 直接進入到第二階段 所以剛剛歐盟專家有講 你申請的是一台車 你可以去抓玩具車 在台灣很抱歉不行 不行 所以如果今天你申請的是一個玩具槍 可是你要去抓這個3D模型 很抱歉 她很容易因為她領域差異實在太大了 所以她會直接導到這個不侵權的結果 就是這個樣子 好 下一張投影片 或許你會覺得說 別人把你的這樣的產品外觀 抄到這個虛擬的世界裡面去 對你不會有任何 對於你這種賣玩具的人不會有任何影響 很抱歉 那是錯的 為什麼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為整個3 隨著整個這種3D模型檔案 她已經做到跟這個實際的這樣的一個玩具產品 幾乎細節已經完全到一模一樣的時候 如果你這樣的一個玩具廠商 你未來沒有辦法很成功的 在這個虛擬的世界 阻止別人把你的產品外觀 做成這樣一個3D模型 她會發生一個很嚴重的後果 就是消費者 她可以自己在家透過這種3D列印技術 硬成跟你 硬成跟你把這個實體的一個玩具槍 一模一樣的產品 然後她又回歸到這個所謂的 真實的一個世界裡面來 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其實這樣的 目前在台灣、日本、韓國 然後還有中國大陸 甚至是美國 在整個設計專利侵權的一個分析的時候 都會把你所指定的產品 納入到設計專利權範圍侵權的一個考量 所以我們在此也呼籲大家 如果未來你們的客戶 有要做所謂的國內外的一個專利佈局 請你們要建議你們的客戶 不要忽略的虛擬世界 對於整個 數位侵權的一個 它的一個潛在的一個風險 是怎樣 待會在我報告完之後 我想我們就會進入到這個所謂的 室內設計還有這個著作權的一個 保護的一個相關課題 那我在這邊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台灣在2011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把建築設計 還有室內設計 納入到我們的設計保護標的裡面來 那因為 我覺得台灣目前開放了以後 其實它對於整個 目前建築設計 還有室內設計的一個申請案量 其實它並不多 可是它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優點 就跟歐盟不一樣 就是大多數來申請建築設計 還有室內設計的這個申請 他們幾乎都可以在真實的世界 把他們這樣的一個創意實現出來 以這個案子為例 這是台灣統一集團 針對他們的這個統一超商的建築設計 所申請的設計專利 因為這個案子是我審的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如果你是高雄人的話 他目前就坐落在高雄的一個鳳山區這邊 這個建築非常非常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 這個也是台灣的一個統一集團 他針對他所謂的這種所謂便利超商的一個店鋪 所申請的室內設計專利 那比較值得一提的是 這是一個無人的商店 它是一個無人商店 裡面沒有任何店員 消費者在進行結帳的時候 全部採用自助式 當然這也考驗著一個國家 他們的一個公民的道德 那第二點就是 他這裡面的這個整個營運的一個管理 他全部都是用台灣目前最強的這種所謂的產業強項 5G 然後還有工業用的一個機器人 然後全部採用的是所謂的IoT的一個 所謂物聯網的一個技術 來進行整個店面的一個營運管理 不過這樣的一個無人商店 他造價非常昂貴 一間店至少要35萬美金起跳 可是因為這是人類整個未來數位發展 在商店發展的一個趨勢 所以目前台灣已經有5家了 那我們在此 我們也很誠實地邀請這個歐方的專家 在整個疫情過後 有時間來我們台灣走走 看看這些受到台灣設計專利保護的這些建築設計 還有順道來體驗這整個台灣在無人商店的一個發展 讓我們來共同見證台灣半導體設計 在整個人類生活層面上的一個應用成果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